记者黄美朱新浦报道 受伤有约90万元的兼钱 您会怎么做? 环游世界一周 还是拿去当头期款 不再当无颗蜗牛 或是跟进当期炒房族 准备享受用钱滚钱的小资人生 新竹县新浦景分局的景友会顾问罗聪贤选择以上解飞 大气买了一辆2400cc Z,具有主动防撞功能的全新修绿车 交给新浦分局侦察队的干员们当真房车使用 今天下午捐车仪式上 面对一双双好奇的眼光 他直起身淡然回应一句 平常大家都说 景力有限 民力无穷 这,就是民力无穷的运用 随即落座 罗聪贤以起而行 代替座而言力挺治安 让在场者纷纷出手笔赞 而他这样看淡名利的态度 更让大家都忍不住张大的嘴 低头暗存自己意味而处 是否有能见贤思奇 新浦分局长陈启明说 新浦侦察队总有四个侦察小队 一个财政小组 整体需要四到五辆真房车才能充分施展战力 但是去年二月中 新浦侦察队因为侦办当地某老翁被绑强盗案 遭强盗集团成员以冲撞警车的方式强力拒捕 后续加上车辆于零等 最混沌时只剩下两辆真房车可以使用 平时连压界 移送犯罪嫌疑人都成了困难 陷阱局局长张荣兴到任后了解新浦分局的困境 在有限经费下才买一辆新车给新浦侦察队 但仍缺了一辆可供调度 罗聪贤获悉后二话不说 立刻允诺独自花近90万元 买了前数2400cc的休旅车 作为警用真房车 陈启明说 这辆真房车才上线 福勤没多久 果然让侦察队如虎添翼 近日就一举侦破以良性男子为首的贩毒集团 作为对罗聪贤力挺新浦分局的回馈 新浦分局警友会会长张淑穆 今天下午 也一并颁发奖金给侦察队小队长陈能浦 新浦和时光二所破案奖金 感谢新浦分局守护关系 新浦地区治安的努力 感谢新浦分局報局